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大家思考的是 中国如何通过电视剧《自奇迹》 来改变人们对新疆的看法 这部电视剧赞美了新疆的美丽风光和浪漫故事 试图给这个涉嫌侵犯人权的地区一个玫瑰色的形象 在中国,这部剧集已经吸引了大量观众 并刺激了当地的旅游业 然而在国际上,新疆依然因为强制童话和人权问题而备受争议 究竟这部剧集背后有什么样的宣传策略 它能否真正改变国际社会对新疆的看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电视剧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工具 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传递政府想要的讯息 然而,谁能想到这一部剧 竟能让一个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人权黑洞的地方 变成旅游热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部名为《我的阿勒泰》的电视剧 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我的阿勒泰》 是一部以新疆为背景的电视剧 这个地区在美国经常与拘留营和严密的安全检查站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中国 这部剧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画面 一位像阿尔卑斯山的海地一样活泼的年轻女子 爱上了当地的牧民 并在山岳之间奔跑 华尔街日报报道 北京长期以来否认西方对新疆侵犯人权的指控 并将该地区描绘成 需要根除暴力宗教极端主义的地方 而现在,中国的宣传机器正向国内观众推广一种更加田园士般的视角 事实证明,这一策略相当成功 尤其是在那些渴望逃离城市喧嚣的年轻人中 《我的阿勒泰》已经上映,便迅速火爆 这部关于一位汉族作家和哈萨克男子之间爱情的电视剧 在一周内吸引了超过一亿的线上观众 剧中描绘的新疆小镇阿勒泰已经成为旅游热点 当地旅游主管表示,预订量增加了370% 这部由国家资助并由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节目 改编自李娟于2010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我的阿勒泰》 该剧的导演滕聪,以其对女性假设的细腻描写而闻名 他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在李的书中看到了另一幅女性肖像的潜力 李娟于1979年出生在新疆的一个准军事大院 当时北京派遣年轻汉人前往该地区帮助其开发 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阿勒泰度过 这也成为了他书籍和该剧的重要背景 《我的阿勒泰》成为今年中国网级网络和国家广播公司 最受欢迎的戏剧系列之一 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国家广播电视管理局 将其选为国家资助项目之一 这样的项目必须很好地讲述中国的故事 该剧由国家广播公司和影片平台iKey联合制作 这也突出了中国当局的新商业模式 当地官员利用在他们所在地区拍摄的戏剧受欢迎程度 来促进旅游业 这一促销活动主要针对中国年轻人 但该节目也被列入每年在法国载纳举行的国际电视节 并将于本月在哈萨克播出 在中国被封锁的社交媒体平台Xon 新疆官方账户以英语推文宣传该节目 称其代表了新疆北部的自由巨大的美丽 《华尔街日报》指出 令人惊讶的是 中国政府使用这样一部电视剧 来改变人们对新疆的刻板印象 这部剧描绘了当地牧民的日常生活 和他们对自然与牲畜的热爱 比如一个哈萨克家庭用骆驼偿还债务的场景 这种细腻的描写 让观众感受到了该地区的真实生活 然而 这一宣传努力背后的现实并不那么美好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新疆一直是美中紧张局势的焦点 中国政府被指控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进行大规模拘留和无处不在的监视 并鼓励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 美国法律甚至禁止与新疆有关的进口 并称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 美国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Thier Lee指出 中国当局正强迫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 离开家园 进入中国各地的工厂和仓库工作 这样他们既可以规避针对新疆供应链的国际制裁 又可以稀释维吾尔人的人口和文化 维吾尔人权倡导者Juhair Ilham 更是揭示了这一策略的另一面 他说旅游业激增 是政府试图将更多汉族移民带入维吾尔地区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 中国当局依然致力于将新疆描绘成一个美丽且和平的地区 我的阿勒泰便是这一努力的重要部分 该剧被列入每年在法国宅纳举行的国际电视节 并在哈萨克播出 新疆的官方账户也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传 称其展示了新疆北部的自由 宏大和美丽 总而言之 我的阿勒泰不仅是一部成功的电视剧 更是一个成功的宣传工具 它描绘了新疆的美丽景色和人文故事 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年轻观众 然而 在这些美丽的画面背后 依然存在着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监视 这部剧所展示的新疆 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版本 与现实相差深远 即便如此 它依然成功地改变了许多 人对这个地区的看法 让更多人愿意前往这个美丽 却充满争议的地方 最近的快乐都是娟姨给的 李娟和她的我的阿勒泰火得一塌糊涂 这个人被网友封为掌管松弛感的神 究竟有多神呢 她不结婚 不生娃 不上班 租进了一套十五万元的小房子 还能保持四四五岁的娃娃脸 你说 这是不是人类最强的医美了 李娟的阿勒泰 描绘得如同世外桃源 她用平淡的文字 写出了北疆的无限浪漫和治愈 她笔下的草原生活 远离城市的喧嚣 独来仿佛让人置身于凉爽的夏天 宁静的寒冬 她的文字让人感受到 世界简单的就像 糖到就是睡眠 嘴里吃的是食物 身上裹的是衣服 如果你最近心情低落 不妨读读李娟 她能带你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看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李娟的成长经历并非一帆风顺 但她的笔触却如同天生 就带有感知万物的天赋 1979年 李娟出生在新疆 她调侃自己的名字来源是母亲 从一部电影中得到的灵感 翻遍了字典 只为了取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 结果取名娟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小时候的李娟不爱与人交谈 成绩也不佳 家境窘迫的 她在高中时选择辍学 她曾跟随母亲住在北疆的深山牧场 跟着妈妈卖杂货 当裁缝 她还在乌鲁木齐当过流水线女工 和超市推销员 尽管生活枯燥 但李娟从未放弃写作 她拿着手稿多次投稿 屡战屡败 直到1998年 她的第一篇作品《九篇雪》 终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这让她获得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阿勒泰地委宣传部办事员 但五年后 李娟再次选择回到牧场 去流浪 她花了三个月时间 和游牧民族一同生活 将这段经历 写成了40万字的 《羊道》 在《羊道》里 她描述了与牧人一起 在东牧场沙漠深处 靠羊粪发热取暖 她和牧人卡西 一起救助陷入沼泽的马 第一次直面生命的未知 李娟用朴实的文字 记录了牧民生活的 可爱与艰辛 展现了游牧民族的乐观豁达 李娟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 但她的文字 就像地里长途的麦子 有着野生的美丽 多年漂泊的生活 使她的文字深刻而真实 她笔下的世界 在喧嚣的时代 显得格外珍贵 如今42岁的李娟 选择在乡下独居 过着简单的生活 她在红敦乡 买了一所 占地近五亩的老宅子 修修补补补后 打算至少住上十年 这个知名作家 每天喂鸡 喂羊 鸡奶 日子简朴而满足 她的社交账号里 最多的分享 就是村子里遛猫的日常 她牵着猫在草坪上漫步 似乎对这样的生活 毫无不耐烦 她还喜欢直播 分享院子里的蔬菜 和村子里的大白鹅 网友们在评论区 插课打棒 笑到飙泪 那么 我的阿勒泰 这部热播剧 究竟如何呢 这部剧改编自 李娟的同名三文集 自2010年出版以来 多次再版 备受喜爱 剧集导演 腾冲冲 是李娟的资深读者 她选择改编这部作品 只因直觉上的喜欢 腾冲冲眼里的李娟 很像那带人喜欢的 女作家三毛 她们都有着自由的灵魂 用脚丈量大地 用笔记录见闻 我的阿勒泰 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 让观众感觉 就像是李娟的同伴 一起经历她的生活 而李娟的文字 也因为她对生活 独特的感知力 展现了游牧民族 乐观豁达的精神 然而 李娟并不会用 心灵净土这样的标签 去定义阿勒泰 她看到了牧区的变化 也没有回避苦难 她以敏感柔软的心 白描述地展现了 她眼中的阿勒泰 不做价值判断 只是理赞生命的顽强和美好 剧集《我的阿勒泰》 选择了第二种策略 从原著截取不同内容元素 重新组织情节 除了保留原著中的 我李文秀 妈妈和姥姥 还增加了巴泰 托肯 苏利潭 高晓亮等角色 这样处理 增强了戏剧冲突 同时保留了原著的散文感 李娟散文的外来者视角 导致她无法完全进入 游牧生活的文化密码 她笔下的阿勒泰 在历史变迁中 显露出庄严的气度 剧集在改编时 保留了这种疏离 且广阔的基调 《我的阿勒泰》的改编 并非全然遵从原著 增加了爱情戏份 和清喜剧的处理方式 但也保留了原著的 质朴天然和现实观照 全剧以李文秀 听取成名作家的 写作建议为结构 巧妙改编了原文中的 若干元素 用生动的细节填充叙述情节 整部剧集的主要剧情大体分为 去爱 去生活 去受伤三部分 通过李文秀的视角 以心灵史的方法 描绘阿勒泰木区的自然风光 和人文之美 剧集的诗意 主要来自于 木区自然环境的衬托 人在其中的渺小 暗合了李娟三文 明亮中见空机的创作底色 剧集的疗愈功效 主要通过三组人物关系展开 托肯和曹哥的感情纠葛 展现了老一辈和年轻人 女性自我觉醒的矛盾 张凤霞和高晓亮的关系 展现了现代文明内部的 复杂和严荡 李文秀和巴泰的爱情 则给人以理想爱情的描绘 大结局中 巴泰在爱马和李文秀之间的 决绝选择 揭示了美好青春理想 在现实面前的脆弱 张凤霞的安慰和恶极的金句 彰显了生命的顽强和美好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则认为 当下社会从规训社会 转变为公寄社会 而我的阿勒泰 以生命本土的价值 对抗自我优化的幻觉 提出了对这一运作极致的拒绝 最终 实现了作家理想的李文秀 三年后回到牧区 和巴泰再次相遇 两人能否再续前缘 导演给出了开放式结局 选择相信爱 生命与信念 还是同情二人回不去的青春 这一切都取决于你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爱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 除了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六度AI科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科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 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科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 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 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科隆声音系统 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 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读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你这些电竞体验 六读AI克隆声音系统 DUO-DUO-DUO-O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We flow like a river stocks to rise and sometimes shiver economy goes up and down in this game we wear the crown Startups poppin' like the news Crypto fashion headline views Diversify your gains in play Ride the wave Don't miss the day Market's moving never steal Cash in hand It gives a thrill Fortune's made and fortune's lost Pay the price No matter the cost Traders lost at 9 to 5 In the numbers we all fight Interest rates may steal the show Up and down they always go Recession tells Inflation tells Smooth and rocky market trails Paps and pulls The heat dance Every move a risky chance Market's moving never steal Cash in hand It gives a thrill Fortune's made and fortune's lost Pay the price No matter the cost Fortune's made and fortune's lost Presession tales Inflation tales Smooth and rocky market trails Pairs and pulls Pairs and goals They eat and dance Pairs and goals Every move a risky chance Market's moving never steal Cash in hand It gives a thrill Fortune's made and fortune's lost Pay the price No matter the cost No matter the cost No matter the cost Pairs and t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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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matter the cost No matter the cost